各位朋友 各位朋友 15年前的今晚 我是站在 當年立法局 大樓的平台 和另外一班 民主派的議員 作了個告別宣言 我們是不會 參與這個臨立會 一班 是被香港人民 透過一人一票 選舉 產生的議員 全部 暗言 落車 這是一個基本的信念 我們不會 同流合污 我們不會 向一個的強權說不 是 但是15年後的今天 我們見到那一班 有部分 曾經當年落車的議員 竟然同流合污 是不是可恥 可恥 所以各位朋友 我 在過去15年 我自己親身 經歷不少 政治 社會運動 亦都經歷不少 議會內外 的行動 當年 當年喬遜陽 落來要見議員的時候 當年的立法會的 民主派議員 仍然有軍器 入到禮賓府 和他聚會的時候 是抗議離場 但是最近 但是最近 竟然 有同一班的立法會議員 步入一個中聯辦 接受一個偽政改方案 現時也有一班的 所謂民主派議員 在這個會子裡面 歌舞聲頻 是不是可恥 可恥 裡面的權貴再歡樂 香港的人民 是不是再受苦 好慘啊 回歸15年 有什麼可恨足啊 回歸15年 香港是不是不斷倒桌啊 是 回歸15年 是不是越來越多貧富的人口啊 是 回歸15年 最重大一個的轉變 就是還有三個小事不足 香港 是正式宣佈 港共治港 是不是可恥啊 是 所以各位朋友 在過去15年 我們親身經歷 也都硬見 香港的倒退 這個倒退 不單是制度上的倒退 不單 是民主派 整個抗爭道路上的倒退 也都更加感到悲哀的 是見到整個社會的價值倒退 所以為了捍衛香港的核心價值 為了保護我們的基本權利 為了令到我們下一代 可以過人道的生活 可以仍然生活上一個人 我們是不是要出來抗爭啊 是 所以各位朋友 每年的七一 和七一的前夕 我們一定 要繼續抗爭的道路 是 是 除了這兩日之外 也都更加重要的 人民力量的成立 就是 要走一條 議會來來的抗爭之路 大家是不是說 應該要走這條路 是 但是人民力量只有22個執位 最近走了 6個呢 就是只有16個 我們稍後會補停一些人 但是16個也好 22個也好 就算200個也好 都不足夠的 最重要的 就是 香港人民的支持 是不是 是 香港人民不但要支持 香港人民一定要參與 因為 我們要走的 是議會的內外抗爭 沒有人民的支持 這條抗爭之路 是沒有可能走出來的 是不是 是 正如剛才 小小的插曲 露燒 和Erica 想在 中環廣場二樓下來 短短 只有二三十米的道路 警方 竟然說 封鎖這條路 不讓他們進來 這個是可恥 這個是我過去幾十年 從事社會 和政治的運動 是從未見過 這麼可恥的行為 他們幾個人下來 是預早通知了警方 這個是我們其中主港的成員 和這個場地是正式申請了 他們要下來的那條路 又不會經過胡錦濤的任何機會 經過的路 所以警方這個做法 是百分之一百的濫權 但是在大家支持之下 是否最終中處到我 是 所以 人民力量 跟著 要推廣的 就是我們的 抗爭的運動 抗爭的手段 所以民主自由行 一定要發天樂海 直至到香港有民主安保 還有跟著這兩對 各位朋友 議會內外抗爭 必須要議會內 有足夠的聲音 我和童童文這兩個老柴 把聲都越來越沙啞的了 所以跟著我們來九月 是要靠大家 將一些有力的 年青的 有說服力的 還有有論述能力的年青人 送入立法院 好 大家要將這條議會內外抗爭的道路 要擴闊 要擴發 我們一定 在九月之後 將這條議會抗爭的道路 繼續下去 謝謝